利用周末假日新北市议员廖正良 他特别举办了一场赏铜花为主题的登山践行活动 因为当天天气不错 活动吸引了不少民众前往参加 还使得接驳车是斑斑客满 而到了山上大家一边践行一边赏油铜花 真的是非常的诗情话语 周末假日的戏纸火车站旁公园 好多的民众来报名就是要到戏坪路赏油铜花 现在正好是油铜花盛开的时候 而今年由新北市议员廖正良 持续举办的铜花季活动 在这个星期六登场 今年很不一样将地点拉到了戏坪路 一样是吸引好多民众参加 一家大小一起赏花去 只见接驳车一步接一步 全都做得满满满 一大早议员廖正良 立委李庆华也来到了乘车处 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在春暖花开的时候 廖正良议员跟我我们举办铜花季的赏花活动 让大家能走出户外 又是一个低碳的一个活动 踏青健行 有益健康 赏童赏心悦目 我们希望整个的细致的乡亲 都能走出来动起来 接着第二次大家报告 通话有分熊童花跟池子童花 旅的童花到旅的童花大家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让大家曝曝 我们的童花 整个人都会 叫做旅的童花 旅的童花 旅的童花 旅的童花是这个花瓣 四部车子巡回服务平均等十几分钟 而利用等车时间 一元廖正良也介绍了一下沿途景点以及有童花 由立委李庆华 十一元廖正良 福人社联合举办 天气放晴 人潮不间断 而在细致火车站 公园前的接驳车 会接民众到细平路 过东山国小有这处大空间 然后民众可以沿着山路登山渐行边赏花 此间大人带着小孩一起出游 而因为适逢温馨五月 主办单位也送上了康乃馨 祝妈妈们母亲姐快乐 此间志工们递上康乃馨 因为是香皂花 民众们都只说很香 而边走边看满山的游童花 大家都好开心 欸 登山啊 健康啊 啊 童花很漂亮啊 童花很美啊 欸 我想说爬山还可以看满山很不错 对啊 对啊 看到有这张啦 有这张看着有这张来参加 那去北山的感觉如何 很好啦 那风很凉很舒服 那看那个童花很漂亮 那今年我们是到细平公路 那细平公路的童花非常的漂亮 风景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可以说是天空非常皱眉 天气非常好 那我们的乡亲也非常踊跃的参加 那在这温馨的五月来 举办这个活动我认为是特别有意义 那也借着有机会 我们祝我们补天下的妈妈 永远的健康快乐 当天主办单位准备了这美丽 不会凋谢的康乃馨送给辛苦的妈妈们 活动更有意义 当然要欣赏油童花 不必大老远的跑道土城或是三亿 在细纸细平路上就可以看得见 解程惠林细纸采访报导 好 好 感谢观看